第一個欄,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做類似像這樣 那個程式碼雲端上都有啦 這個東西就是下載嘛 然後呢,插入三個欄 一、二、三 那當然插入欄的話 我上個禮拜是有提到 當然你也可以用就是向下填滿的AutoFill 或者是說上禮拜有問到就是 如果不要向下填滿的話 那沒關係,兩個方法你都可以 反正最後我是希望看到就是 你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那它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插入三個欄 然後並且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位置,這個按鈕 你不能按下它之後自動向右移動 不要移動的話,剛剛有提到 就是記得那個它的什麼 儲存格的設定 不要隨著儲存格改變位置 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做出類似像這個 歷年折線圖一個 就把它丟過來了 其實這個也是上禮拜做的 只是說我希望把它統整在一起 然後前面再加一個個區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也是上禮拜做的 另外的話呢,再增加一個 上禮拜還沒做這個 就入接到的前十名 OK,前十名的話其實 第一個當然你一定要這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你要插入那個什麼 插入書紐分析表 裡面的話,其實就是前十名的話 我是這樣做的 就是入接到,一樣先拖拉到值 一樣拖拉到列 然後出現的話呢 我是先把它排序 有標先放B4 然後先資料裡面立到A 把最高的先排在前面之後 然後呢,留下前十個 所以前十個的話就是 這個先排序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值的篩選前十項 按確定,留下前十項 然後再繪製一個什麼 直條圖出來 然後呢,最後呢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所以最後我是希望說 這邊有一個入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有沒有 但出錯了 出錯為什麼呢 爭錯看看 一樣的問題 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Version 有沒有 請問為什麼它是8 我們剛錄下的6 如果改成6會不會成功 算了 後來發現直接刪掉就好 豆點Version這個 跟DefaultVersion這個 刪掉好像應該就OK 執行一下 對,這樣就OK了 好 然後 最後的話呢 就是多一個今天講的 刪除資料以外的其他的 等於剛剛我們產生了三個工作表 如果要全部把它刪掉的話 那你就按下這個就OK了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 今天也許 我本來是想說 要講另外一個範例 不過 因為上個禮拜的東西 同學一直都好像會卡一些小問題 所以請各位還是把上一個星期的範例 把它做一個整合 最後我是希望看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 期末報告的部分 也類似請你再多增加 第一個我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加一些爬蟲 直接把資料截取下來 然後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並且有刪除工作表的功能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個範例其實 包含的內容其實就還滿多的 如果你覺得上個禮拜這個範例 假如你已經做了 你覺得你想要換別 就是換成另外一個 比如說不要是住宅 你可以汽車 機車 自行車 其他也OK 那請各位 或者是說 你想要換其他縣市 當然也沒問題 輔助你對於可能在投票時候 你想要瞭解你有投票的縣市首長 比如說他可能就是到底有沒有做事情 你也可以再把那個資料稍微再抓出來 試試看 那剛剛的那個最後完成的那個畫面 其實雲端白板上也有 總共有幾個這個按鈕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我看一下 其實我有把那個畫面截圖 放在這個雲端上面的第一頁 這邊其實已經有講得還滿清楚的 第一頁上面其實就已經講了 就是總共有三個欄位 然後增加三個這個 宇宙分析圖 然後並且做出五個按鈕上去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多做的 你可以在底下 再產生其他的按鈕都沒關係 好 OK 順 då